學生現在很頭盜了 眼看這地方跟中央在火槓 瞧不攏 但問題來了 再過五個月 馬上就要考著會考 到底該怎麼樣算分數呢 北北基的學生到現在 自己都無灑灑搞不清楚 由於北北基同意 比完各科ABC等地之後 接著就是比這兩尺 也就是每科的分數再做加成 滿分206 誰分數高 誰就勝出 對中這高中 包括對中高程度的學生來說 其實算是有利的 不過卻會跟以前一樣 紛紛來計較 所以目前教育部還是堅持 這個兩尺要比無可比 狀況之下才能夠來用 要先比完ABC等等 接著還要比包括很多的標示 不過去年就是因為這樣的方案 造成很多學生高分低就 今年恐怕又會有危機 2014年都還沒有過完 國中九年級生已經忙著補習 準備引戰明年會考 星期天還是得埋頭苦讀 雖然明年五月才要會考 但被教改搞的BUSASA 覺得時間很不夠 就剩五個月就要考試 對 然後就覺得時間有點少 就感覺書會 快念不完那種感覺 我們要一直去那個 適應他那個新的制度 會考制度遲遲不定案 比孩子還心急的 就是這群無奈的家長們 一大早特地跑補習班一趟 編抄筆記片聽說明 一點資訊都不敢輕易疏忽 就是為了搞清楚 明年會考新制怎麼幫忙孩子 剩不到150天 那方案到現在我還不是非常確定 其實因為一直變啊 所以我就有時候跟補習班討論一下 到底現在已經走到哪裡了 而且如果你適合你國教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好好讀書的話 你基本上到高中的時候 就是物以類聚嘛 北北基會考新制度 加入十兩尺計分 也就是會考一顆十分 加全再乘以四 最後加上作文六分 滿分就是206分 以分數高低比較 這樣一來作文就不再是關鍵 仔細對照 原本教育部模式 先比三等地ABC 再比四標示 看家家或家的多寡 最後才比十兩尺 但容易差一分差很多 因此高分低就 而北北基堅持不要四標示 三等地比完直接比十兩尺 但卻又回到分分計較 北北基與教育部完全不同掉 這個案子 我們就是照舊繼續執行嘛 比如說兩尺 這個部分就是非常的必要 我們會持續跟在部爭取跟溝通 十二年國教目的要抛開明星高中 但中央地方沒有共識 尤其是北北基家長 普遍還是希望小孩能進明星高中 雙方沒有共識 受害的還是準備升學的國中生 記得懂得加布斯台比採訪報導 在這附近中的一年國教目的